记者林慧琴台北报道,民众海外就已返国后可申请健保核退,但今年元旦起相关费用的核退上限基准,从原本以国内医学中心平均费用改为各级医院与诊所平均费用计算。 卫福部健保署今天17日公布今年1-3月核退上限,门诊每人每次剩不到千元缩水于五成,急诊住院减幅均二成以上,估计一年影响三万六千人。 根据全民健康保险法规定,被保险人在境外发生不可预期之紧急伤病或紧急分娩,可申请健保核退自电医疗费用。 健保署最新公告今年1-3月海外自电医疗费用核退上限,分别是门诊每人每次920元,急诊每人每次2681元,住院每次5721元,相较于去年同期的2001元,3636元,7535元,降幅达到54%,26%,24%. 健保署专门委员林宝凤说,过去相关费用的核退上限基准,以国内医学中心平均费用计算,但屡屡遭到外界反应,健保给付国内外同医疾病的金额落差太大,质疑不公平。 经评估后,今年其改为各级医院与诊所平均费用计算,估计一年可为健保审下约1亿元。